还是拿了船长啊 主要这个版本对船长的削弱还是比较严重的 但是因为369自己就喜欢玩那种穿甲溜 也看看能不能有一个新的解法 是吧 因为这个版本刚才我们在三前前天看到 它不光是生命值低了40 成长生命值加了10 它的技术固件也掉了4 而且它的被动QE伤害全都在前期被削弱 而且E技能它这个刚才评论提到 就是暴击的额外伤害也被削弱了 对 会不会出发呀 VDG这边选择守一下 守一下上野去 选择会在上路找点东西 但没蹲到 出奇不易吧 这把你觉得我会来 我直接不来 我直接一字排开 插个野然后回家换掃描 而且这把 就是两边这个中野打起来 左边这个组合好像有点简单粗暴啊 就以前的话是颜缺打野潘森中担 对现在是潘森中担 潘森打野颜缺中担 而且本身这个近战Q的伤害就是 而CD就是比较快的 而且潘森这个英雄还有一个特点嘛 就是他在之前的版本中也稍微加强了一下他打到后面的多战 你主要是大招有改动了一下就加强了落地变快了 是的 然后他大招本身每升一级就会多固定的百分比的百分之十的这个固定的穿甲 就是他是真无视护甲 主要这英雄之前很容易大招就是大空 对 他大招那个减速还是挺关键的 而且这个英雄其实 就是奥特曼英雄有三级抓人吧 他不光奥特曼英雄他还是典型的 就是他拿两个到三个人头顶人家一个人头 因为这英雄太容易拿人头了 上一次出场还是在2021年的2月06号 当时是来自涛博的打野卡萨拿到的潘森打野 而且那一次这个潘森还是 我记得当时是有一个这个狼头潘森的玩法 狼头潘森 然后是到处抓人吧 那个时候狼头很强 但卡丹卫说你奥特曼我比你还奥特曼 提早一步过来 然后扫描看到这个眼了 两边打野应该也差不多知道了 那这个位置德赛也是直接不退了 他知道你排了眼也不会强行上了 就硬装一下 反正你不可能抓我对不 你明显能感觉到这个药瓶的削弱对船长还是挺明显的 他现在三口要吃完 对这个血量还没回满 潘森也跟着这个造性来了 魅惑到了 我有这个位置安住很危险闪现还是要死啊 我这波有点自然死的 主要他刚好知道潘森在左边 然后他想往左边靠我 吃到魅惑了 而且是半血吃了魅惑 闪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直接被赵姓粘住然后捅死了 我这么好伤啊 主要这一波是真的很自然的阵亡 很自然就一个一就走了 本来这个刷也是一个小变速就是赵姓刷的慢一点 但他想要三波也直接抓上 然后被赛哥的眼防住了 给上路一点压力 再来中度找一点机会 因为中度这个血量不是很好 但没想到给他找到了 是真找到三连筒 回神被电晕 吃口橘子 现在这个血确实回不太上来了 勾勾到了 但是AD的位置有点远 而且列纳塔回神铁弯进口把昂进了回来 昂这边为了防止长展杀线的卡丽莎 追击到底直接选择交闪 打二确实没什么伤害 刚才预判了一下 知道那里有一个视频眼 然后觉得人在里面 机器人也是欺负 那个海克斯闪现受害者 受害者 不得海克斯闪太重骨了呀 给这种软斧就是 一招海克斯闪 他不好走位压人 对的 而且海克斯闪经常是下路视野优势 你可以从一槽闪到二槽 二槽闪到三槽 就卡一下那种小兵视野 你中间不会用视野 特别是那个小地方的小拐角那里 可以卡一下视野 是的 这样很容易就是抓到机会 很多辅助要干客中路很依赖这个 看这把微博前面这个潘森前几集 没搞到事情啊 而且我知道大家现在刷都是 哦哦哦哦 但其实潘森现在主则的出刷还是出穿甲 而且我觉得以骚凤的性格应该是排眼刀 要先排眼刀 现在感觉要去下路帮一下呀 就下路有个机器人还蛮好抓的 还是想攀岩在六级前把中路攀一波 但这波有点被包住了 不过那里有个针眼 打野在旁边有点不是很慌 机器人来了 大概知道微博人在这边 是的 而且这个插眼还是暴露了自己 因为狐狸是带了一个僵尸守卫的 对 开大直接放了一天后也打播状态 但这个时候也没有延确能够第一时间赶过来啊 狐狸过来直接大招起手 魅惑到潘森 潘森这个位置开一个一挡一下左边人的伤感 但毕竟是个小姨没有移速加成 他选择闪现过墙 被招起闪现铜钱拿到这个人头 而且三枪还卡到了啊 啊也没有闪 没人闪现的最后一下伤害不够 伤害不够了 这好像没什么说法 高子哥的这个狐狸亲的也挺准的 有点准这几个意义都中了 但好像确实没什么说法 抓第一波这种英雄真的是很看 三到四级那一波能不能抓到人 对 一抓就那个节奏就起来了 啊这边直接换TP回来了 但日子还得过呀 你前面死一波又不能不完了 看看潘森接下来有没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吧 反正还带个稳定空 他那个稳定空最大的问题是他只有一秒啊 其实一秒不是一个特别好些 你看鳄鱼红怒改成一秒没人玩了 你就还真得一秒多 因为很多时候英雄联盟 就差那么一点就被闪现拉走 而且莫名其妙的任性太多了 就是传说有任性 水鞋也有任性 就是莫名其妙坚定还有点任性 莫名其妙有任性 坚定真的人人都点 对啊 哎这不是绕到后了 而且 把一交掉了 而且他万雷贴老尹还没好 不过吃了肚层往右边走 看一下这个W能不能扭掉 闪现了 哇 这位置也知道被粘住就坏了 德塞直接选择交闪 躲掉这一发风展电刺 刚好就擦肩而过 过去坐眼的时候没看到肇性 潘森还没有开始自己的第一波出击 是的 看看这个大荒星雨有没有说法 但是 微博这边优势就在这个机器人 在中间增支援的时候 很有说法 而且现在微博已经是 名牌过来打这个先锋了 凭借着下路更快的支援 卡南卫选择先过来把F6清掉 但离先锋的队友还有点远 而且这个先锋打的速度不慢的 厄飞流斯有一个红白刀 应该是打掉了 打掉之后 京东也选择了只能回去 想尝试看看留个人 但对方的人已经溜掉了 这波也是下路 通过下路来得更快一点吧 直接很果断RA掉了 现在没有视野不好急 但是他们没有顺势找机会换线 而是选择继续回去兑线 这样看看京东会不会动这个小龙啊 因为现在打龙的速度确实有点慢 得一起吃 强行打 AD也过来帮了 上轮波应该是顾虑到船长的问题 就有捅 然后不知道大招大概的时间 还想按着原定路线回来 到现在潘妍还没有配合过 没有组合 两人面都很少见 说好的一起做事 你却四级被轻到直接死了 那我要怎么帮你 把你放在一个地方 跟你说固定死了 然后你抓吧 但是还可以下路 迪金克 奥比刘斯嘛 有个保底 后面还能玩 是的 加上有个凯南 觉得凯南还是打右边的阵容 其实还可以 是 而且这一把没有那种强制 不让他进场的英雄 比如像有个赵信 对 只有一个赵信 对 但没有像牛头九筒这种强制 特别强制的 就打断你 不让你进场 那这把也是 迷信抓很稳 他有一个虚弱 还是要防一手 这个凯南 虚弱这个版本 也得到了5%的一个虚弱 他从减免40%伤害 变成了35% 但依然很强力 主要还是他这个持续时间 之前加强完之后 太变态了 打凯南必须要有一个虚弱 不然太容易被天雷了 尽头那边逐渐稳定下来 但是这个潘森怎么看 怎么感觉 还是得看一下中期 就是塔破的时候 那个大招有没有说法 抓一下人 Sofen这个出装 好像是要神圣分离者了呀 你看一下 而且他是征服着的 对他这几个凑在一起 会不会是神分呢 我们看一下还是真玩那个可血那一套 戳一下 但卡纳维这个位置知道凯南在身后 没有选择打到底 凯南还是有点痛的 宝稳是要玩这个可血 真是要玩可血战斧那一套 就是哦那一套 因为那一套是要有一个主动的这个效果 跳上去立刻把征服着点满的 然后这一套确实也比较符合他调性 就是到人情中搅一下再回来 是 很多中单的攀升会这么晚之前 反正现在这个攀升还没有出动 往下靠了 但是对方的兵线已经进塔了 所以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大荒星云直接跳 想越吗 有一个先锋 放先锋只能 对 这波辅助也不在 那感觉这个塔直接就掉了 船长给大 把这个塔下线稍微轻一下 但先锋最终横劈过来 安州贴脸被魅惑到精华姐的小曼 但是这个进化一时二秒 解掉了点燃加魅惑 问题也不大 问题不大 主要下路确实在有渡城的时候撞掉了 他还差最后一点 大黄星云来了 杀一个回马枪 史曼下来 后不闪现被史曼抬回来 再接一个延估计 这一套抓下路真的是熟练 熟练 而且后会也挺废的 直接 闪现过去撞十万了 对 这边有一个罪名 还是想蹲一波 但看到了狐狸直接往后撤 这一套真的抓下路 有点跑不了 就下路辅助太怕这种了 这把已经是有卡尼斯塔的情况下了 但还是很难过 AD被逮住了 对 AD被逮住 无解 现在渐渐地通过先锋这波节奏吧 微博又把经济给反超回来了 还是刚才打先锋的情况比较果断 下路动得太早了 直接往 对 主要那边视野都轻掉了 这造型不敢靠 来看一下 两个大的配合 嗯 真跑不了 而且这个墙顺手卡了下打野 然后潘森延确 终于完成了第一次合体 做出沿途 有效果了呀 两个大招 那就是 阿高这个TP交的也很及时吧 把下塔守住了 来看一下这条龙 微博还是可以 就是少两个大 但有一个机器人做的视野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一下的 我 我隐隐有一种感觉 就是现在这个龙打的慢了 反而你不接就更不接了 对吧 就是对面打龙要浪费更多的时间 你就有更多机会去另一层换的东西 没有线权的那边 可以把线清掉 对啊 再往那边靠 因为那个龙活的时间更长了吧 但这边炎确也很远啊 过来做视野 看到了 来不及 只能看Q抢了 雾勇好难 三百三 最后是被承接掉了 那因为潘森这个Q也暴露位置了 是 这把还是一个 传送门 电笼 哎 潘森在后面蹲住 在扭 机器人想玩帅的 确实想玩帅 但是勾没勾准 但是他这个思路都是 往帅的来啊 后撤勾 这属于 直接后撤闪现 将把人勾回来 而且没勾中 自己在原地还愣了一下 再往前开加速 大黄星宇 减速到了 做出地点勾 抓娃娃成功 人头给到换风 真来了 就抓沙路的 一加勾 你刚才以为我这一勾空了 是不是以为我很赛 其实我是演给你看的 我在等队友 哎 但是造型这个位置 有点猛的 而且狐狸也在往后靠 狂风拉开 但是船长给大 狐狸直接过来 勇双支持换风 换风这边打一个轻轻 已经空掉了 先被击杀 而上面的 暗没有闪现 那感觉也要死了 人头给到狐狸 还是有点贪 这个一塔 贪 因为船长给大 就必走不掉了 没有想到吧 那你一撕 感觉低神 如果远一点摸完 有机会 能溜一下 而且我只能说 暗好兄弟啊 刚才我看暗 如果第一时间走 好像有点机会 但他选择等了一下 一滴 看一下能不能救 主要自己是没闪现 然后狐狸杀完人 又刷了一段打 上面对线 德赛这边对 还是有点优势的 你可以看到 这个防御塔的血线 已经被德赛单线磨成了 分之一 又拿到这个先锋 感觉这个先锋 对方中路 早点把这个中坛一破 就有节奏了 确实 就还是得让对方 视野不好做出来 然后你盼森 也确实好启动 来列尔塔这个 就是也有机器人吧 就没那么好做 但是对于京东来讲 现在 肇性比较肥吧 所以中期集团也有保障 而且卡雷斯打架 列尔塔中期打架 还是要比恶菲德斯厉害一点 不过这个上路对线 船长薛弱 真的是有挺大影响的 你看这把 其实对线挺做的 挺烈的 感觉阿滴先走走了 他在这 在探冰 只要吃多了一波 还没有想到会有人来 多肥留思死了 刷了这个灵魄突袭 走不掉了 双人线换中 看看接下来 有没有让这个机器人 出现中路 抓列尔塔的机会啊 有一个卡雷斯塔吧 有一个卡雷斯塔吧 列尔塔还是有一次容错 但是你不能次次被抓 这不好像蹲到了绕后 要不然大招走吧 这个位置 但大招可能会被打下来 哎呀 魅惑下来了 好准的魅惑呀 亚高今天这个魅惑状态有点好啊 有点好的 亚高也不再纯情了 今天这几个亲 亲的真的挺准的 亲到就是一个人头 是的 哎 直接上虚弱是 还给 想要造型 造型说我过不去啊 他有点远 对啊 反而机器人这边视野被压住了 现在要等一下安久过来 嗯 我小龙还有一分半 就是不是那么急着去做视野 现在想守一下下伊塔 来了大光新银 抓牙膏 牙膏这位置只有一个闪现 打到紧束到了 往上面走 永双定 但凯南这个位置率先挽了一天老 也拿到这个大人头 哎呦这一波不对了 这个潘森的封后路封的有点好 这个大人头给凯南一拿 现在对京东来说打团要格外小心了 主要这波跑不了 前面有潘森后面有凯南 就感觉太长时间没见到潘森了 还是没太好有防范 打野卡牌啊 打野卡牌 过来就是一个硬控 而且他这个比卡牌要更带劲的是 他伤害可高太多了 没错 这个大招范围有点大的 是 他是被大黄新银那个边边给蹭到了 蹭出了减速 而且刚才狐狸大招应该是还没好 跑不了了 两边好像随区下路谁倒背 二连筒挂一个大招闪现火刀 还好这个位置 安德鲁的移速更快哦 要不然被下一发枪火谈判中就单杀了 闪现按得很快 三六九流畅啊 但这把也没有选择出暴击流 还有三项这一套 也算暴击流吧 他后面要补那一个收集者 应该是 他没有直接出那个最暴力的那套吧 安爪跳刀 就是安爪那一套 火箭要带 撞一下 总塔拿完 差一丝 要打狭五千锋团了 看起来机器人的钩子 弹369没大 而且这个位置视野被机器人给霸住了 牙膏从侧面过来 正面先顶 招心在顶 牙膏坐门过来 一个招扣 闪现挺安静和静到了 但是安德鲁有开表 而且特别恶意收获 收获得还可以 凯南这边还有弹 安德鲁被表了 凯南一个阿闪 电了四个人 第一时间上安很高 而且没有虚弱 凯南这个他打完伤害非常好 这是我们打张二号 再一攻勾出阳光的闪现 阳光这个闪现 关键把自己拉扯开了 后面魂峰这个满指着 被后面贴脸划 后面这边能不能划死 闪现过来继续划 拔包拔掉 最终是京东打出了一波 三换四的惨胜 正面凯南直接打四个 但伤害还缺一点 而且还是第一时间 这个恶意收购收购 收购的点好 如果没这个收购 凯南第一时间打 我觉得结果就不一样了 主要这边机器人 第一个勾没勾中 第二个勾被闪现躲了 机器人打团最尴尬的点 就是在这里了 勾没了 就是一个小兵 我高子哥这把这个注意力 真的好激动 一个勾 真有点像 就是远了点 有点像快中了 远了点 远了点 这波牙膏很灵性 直接船上门绕后 但这波后也有防 过来就是一个沉没 一个能量铁拳 然后侧面这个恶意收购 收购的真的很好 差一点点伤害 装备不够 而且 这正面2比6是跟不上的 是的 然后看牙膏这波 牙膏 是卡纳卫 先把这个勾躲了 这个反应真的好快啊 那现在三条走 有点难受了 微博这边 主要这个阵容 接下来打团 真的还是得让凯南垫得很好 但上一波missing是没虚弱呀 如果他下一波 虚弱留给这个凯南 其实凯南没那么好大伤害 就不一样了 主要上一波 京东挤得好果断 就胡递绕后的时候 人全部往前面挤了 但就机器人第一个勾没勾到 嗯 没勾到感觉 所以打BBG这边就第一套打不出来了 不能跟这个延缺配合 而且潘森打到这种局面 没什么用 就潘森这个局面 他刚闪现过去捅了一下 对就是一个 鼓了一下伤害 近战形态卡牌吧 就是个兵儿 还是得打边路 还是得抓单 潘森的长处不在打团啊 打团机器人太依赖这个勾了 起风笔就换了治疗 想往前勾 但是走位扭了魅惑 自己W还在 往前走 没有机会出勾 现在中单有女妖 辅助有大招 勾召讯不是个事 对 船长不在正面 哎呦 这怎么听起来只能勾卡丽斯塔呀 要求也太高了 想办法找兄弟破一下女妖 还有机会啊 过来开皇冠 想强逼中路一塔 因为这个时候船长是在正面的 塔塔先摆桶 机器人往前顶 但是好像勾不到 这波来了 潘森准备先手 潘岩组合 岩缺大封好路 下来把卡丹卫留住了 卡丹卫星约护卫扫回了潘森 潘森借卡丹卫座位 一旦自己的位置非常差 而且369一个大家桶 直接把后排给阻隔了 哇 这个潘岩没有想象中那么理想 主要优势没那么大呀 对 而且你封住后路 垫后的是个照性 这个就很尴尬了 这照性一个大 直接把潘森甩回去了 是的 船长一个大又封路 主要是前期没打起来 就潘森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优势 这一把 这个英雄 主要还得追着一路点 就一直抓 感觉这把 就没启动 没有启动 抓了两拨下子吧 后面 你看两个大招 确实大得蛮好的 队友因为有船长又跟不上 前面又是一个造性 这勾也没勾到 但厄飞留斯这边装备还可以吧 对于微博来讲 而且凯南的装备也还行 现在就是经济上没有落后那么多 但是这个龙的压力太大了 这把是个电龙 等会要被黏住的 这电龙现在又加强了 电龙现在单条的属性有点好啊 是 不过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当你有三条龙的时候 现在因为你击杀了这个小龙的同类 小龙很生气 你有三条龙的时候 这个小龙减伤达到21% 伤害也有加成 60% 单条加20% 三条是60% 对 不过因为是 这版本又减了一下龙的攻击力嘛 嗯 所以现在你打龙 反而 你打到龙魂 如果你三条再打龙魂那条 对方会有比较长的反制时间 我们也来看一下 这个机制会不会帮到微博 而对于京东来讲 前面几波团都突出一个果断 50秒 狐狸现在上路带线 而中路的厄飞留斯 也是利用红白刀 把这个兵线送进去 微博这边还是得先做事业 先站住位置 机器人才能发力 对 而且还是那个问题 就是你还不能勾照性跟辅助 至少 你勾到中单也行吧 把女腰勾掉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 还是先勾住人 还没中大团 还勾得了 但是勾的是潮汐 自己闪回来了 好尴尬 真不能勾照性 有点难受 而且赵汐这波还没放大 不过10秒就准备小龙了 赵汐打了点血量 有没有果子 但把机器人闪现给打出来了 打出来了 嗯 这个小龙微博还得往里挤 看机器人这一勾了 先扭一个技能 机器人再往前顶 继续往前顶 有人坐门 又是牙膏 同样的位置 运回血 德赛去单防他了 赵汐这边去下路兵线 补了一波兵 然后再回到正面 龙先被卡丽萨拉醒 但是现在德赛跟牙膏 是隔阂相挂 这个小龙 打得还是蛮快的 机器人再往前顶 盐缺给大招 孔子炸得不错 龙是谁呢 踢成间卡丽萨把宝 拿到这个龙 能收购收购的很好 收购了这边三个人 卡丹会挺进去 虚众先挂给369 卡丹一个阿珊进场 第一天去都被他了 虚众先挂得稍微晚了一点 这不凯特上还打得蛮高的 直接融化了对方下路的双人组 严重突围一个牙膏 牙膏往回大背 闪现个威龙斯一枪点子 身边只剩下369和卡丹尾 虚弱没有第一时间 挂赏让万雷天老影 还是电出了不错的效果 但是京东的龙魂到手了 而且中间这机身一个 勾把AD勾回来了 后续没有输出了 但我觉得京东 能接受就是这个龙魂 拿到了 再来看一下 这波封路真的封的还蛮好的 但跟卡丹沙拼准也拼不到 对拼不到 然后这么一个 收购四个AD进化戒 然后这个钩子 直接把HOP勾过来了 没有这钩 确实这波团越点难打 很关键 然后再加上凯南一波进场的AOE打满 嗯 反正跳一半死了 没办法呀 太脆了 太脆了 但这个电龙拿到 哎 不能被粘啊 这个位置中一个技能可能就出事了 现在打团还是难 我觉得维伯这边 就维伯这边还是得要素都齐全 就机器人又得勾到 AD或者AP 要么然后凯南又得定得好 而且你看六九哥的一个装备 六九哥现在已经是三件套了呀 哎 现在主要勾打也太肉了 有个蓝盾 嗯 机器人是真的烦女腰 真的 没办法 而且机器人也有点烦恶意收购啊 对 就练那塔玩得好的话 再被勾一瞬间 可以 直接就强制放 对 然后你被勾过来 那个R是在对方人群里放出来的 就很厉害 放完之后 那个复仇之毛再把大拉回来 两边再次在中路抢中线啊 看到就有一个二连头 亚高想先手 没有魅惑到 这勾捏得很紫 但是被粘住了 扶住没有闪现的 被电龙减速 铁丸金盒 收集者收集了 卡那边卡三枪 直接重新的晒 的晒回着开一个万轮铁 也被魅惑到了 厄非流通大招炸得不错 但上海就差一点点 而正面 安德鲁跟骚扯和换风也只能撤了 哇 这波又是 狐狸的突然先手 虽然没有重魅惑 但是 电龙魂蹭到了阿尔 让阿尔这边拉扯不动了 然后 散现又留住了凯南 直接热到大龙 船长这位置卡得很好啊 船长这个桶埋在脚底下过不来啊 延缺给大招 这个大招过来 自己下车 看一下对方的位置 延突 没有突到369 369炸了个桶 反而检测到了安德鲁 龙坑里的进度已经很快了 八毛和重剑几乎要到赶杀线了 这个龙感觉没有机会了 这边能不能杀一个369 369砍了个火刀直线往后拉扯 这一波进度想全身而退 这边甚至想再杀一个 啊 这边只能死了 机器人在这种局面太无敌了呀 看这二连统 没有连上 但是 能走波 安德鲁这边好像还是走不掉 电龙魂太无情了呀 连统跑不了 好像要一波了 现在 感觉最稳还是破一路高地 但是没法清线了呀 这个阵容 主要现在炎确死了 然后潘森是清不了线的 对呀 我感觉看踢不踢 他踢上路 想要先一路 想先一路 主要这位置确实还有阿飞流斯 强行一波是容易给机会的 中堂先推掉 这个团 还是有点难打呀 就微博打团太难了 就凯南垫得好 但是阿飞流斯上不去 有个船长的大招格在中间 还有个造性 然后这几个英雄 真的想发挥出效果 条件太苛刻了 太苛刻了 就是这个潘森跟机器人 就每拨到对点才行 找潘森机器人在演 确实也是打一个前中棋 哎呀 机身就这样被黏住就跑不了 对 然后反手这个卡三枪 戳起来了 凯南没有闪现的情况下也走不掉了 营燕其实伤害挺高的 但是就是美国差一点 因为这个中野的伤害有限 这中野现在主要这个组合 又抬不到对面后排 只能抬一个赵姓 这抬赵姓抬呗 赵姓现在这个四肩 这把还是卡北太顺了 前面中路上来就拿了一个一选 他三杠零起手啊 对 开始在等兵线 主要中路是破掉了 下路 一分钟啊 感觉就清不了线现在 的晒没有让后演 在红buff那边 勉强算有一个吧 京东其实对整个这个后半区的视野 还是布置的比较到位的 看一下有没有传送门的机会吧 现在想直接推着高地还没那么容易啊 手不是很长 而且机器人还是有点失利的 对 有威慑力现在 他可以把那个大炮车勾回来 这不让你续的那个 哎 勾到了 369 在这个位置有春歌甲 而且伤害完全不够 练达卡塔反正给一个黄棍 直接让369给拉开 那下半区沿途突突到卡大位 卡大位好肉啊 卡大位还有大一波刀的 下一波兵先续上369过来 炸一个桶子炸的了 这边起来已经很低了 但对于京东来讲 马上要刷新远古龙 所以他们选择从长计议 先是整腹一波 然后再来动这个远古龙 而且因为是电动出来很快 现在看一下微博要怎么探这个视野啊 369在野区蹲住了 看看有没有人会从这边走 还好换风的蓝色视频 发现了他 远古龙已经开打了 369还蹲在这个位置 手里有个桶 德山过来 这个桶没有炸到德山 但逼出了德山的异技能 昂这边过来 牙膏再次做 这个第三次做到的海空传送门 大招直接留住这边五个人 一口勾到369 在369同时炸了个桶 昂给张弹了 狐狸拿到这个人头 369这边挂上 姬姬就显得还有一条命 他甚至暂时期间 先删掉了德山 压高这边回身之间 儿女的进草丛 还有一个闪现 闪现拉之间 回身魅惑魅惑到了 369伤害太高了 1Q1A直接收集掉了厄飞流斯 而这边的潘森也像小兵一样 被卡单位跟队友补掉了 那这样我们要恭喜京东了 这把比赛虽然让我们看到了 灵光闸现的潘森严阙组合 但是效果上没有想象到那么好 反而是把进攻节奏 一直拉得比较快的京东 最终凭借着第四龙 早早到手拿到比赛胜利 我们恭喜京东 恭喜京东 主要这把就是 前面节奏没有打起来 潘森感觉 现在确实打得突然上少个人 然后还有一个机器人 就这两个都太奥特曼了 对